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这期量化训练营的第二讲 第二部分 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的这种套利策略 上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第二讲套利策略的前一部分 主要是讲了各类的无风险套利策略 然后呢我们主要是从各类的期限 各类的跨市场 当然尤其主要的是以期权的角度 以及这个无风险套利策略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搭建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当然就进入到了有风险套利的这样一部分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统计套利策略和期限套利策略 其实呢从量化的角度来说 上节课我也有提到过 基本上各类的有风险的套利策略都可以理解为统计套利策略 因为你这个套如果是你用量化的形式来表达你这个套利 基本上都是你分析各类的历史数据 然后你分析各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相关性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条件因素也好 从而你发现这两个东西的价差 你觉得大概率是不合理的 那么你就进行这样一个套利 那么这种都可以理解为统计套利 当然除了统计套利以外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套利形式 然后我们也会着重的介绍一下这个期限套利的这样一种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么我们就先进入到这个统计套利这样一部分 我们在这一节里呢会给大家介绍到 比如说统计套利的这样一个原理基本思想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统计套利 统计套利的一些相关的理论 如何实现统计套利 以及统计套利的这个实战案例等等 首先呢就是统计套利的这样一个定义 然后这里呢我其实列了几个定义 首先先是我们说的定量交易 定量交易呢就是通过统计技术来分析历史数据 从而来识别交易的机会 定量交易呢适用于宏观争议事件和证券价格数据等可量化的信息 当定量交易模型被算法交易者使用时 证券交易将严格基于计算机算法进行买卖决策 统计套利决策就是利用定量技术应用于算法交易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统计套利又是什么呢 统计套利严格上来说 它是一种基于模型的套利策略 它通过从资产的历史交易数据找寻规律 发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资产之间存在的套利机会 然后通过模型拟合资产价格的变化规律 设定这个交易的预值 通过计算机程序根据市场的实时信息 自动发出交易信号而进行套利 这当然是一个很官方的这样一个定义 其实简单来说 统计套利就是你根据律史数据 发现两种或多种品种之间的一个价差的不合理性 大概率你觉得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那么当它进入到这个范围的时候 你就开始进行摆向了套利 那么所以统计套利它本质上是一种min rewarding的策略 就是一种反转策略 比如说如果我们提到 我们在这一期里会提到CTA策略 CTA策略是商品期货的这样一个交易策略 而在我国CTA策略基本上都是趋势型策略 那么趋势型策略 CTA一半都是在发现这个商品大的波段的机会来进场 然后是争取吃到这个大的波段中的大部分 而这样的一种交易策略 所以它基本上在国内都是一种趋势型的策略 而统计套利刚好相反 是属于这种min rewarding 就是这种反转的交易 我觉得这两个价格太大了 不太合理 我来做一个统计套利 同样的这是量化部分 如果是非量化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做这种一些套利的方法 比如说你通过对基本面的分析 你发现两个品种之间 它的这个目前这价格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想做一个反转的这样一个交易 这类呢其实是这种交易策略 其实是刚好适合配合于这种趋势型的CTA策略的 因为我们知道趋势型的CTA策略 它赚钱的时候非常赚钱 因为你抓几个大趋势 你一年的这样一个return就有了 但是反过来 如果这一年没有特别大的趋势让你抓 或者是就算有 但是你在非这个有这个趋势的其他时间段里 你连着亏了很多笔钱 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要么return今年不好就是没有赚上很多钱 要么呢就是是赚上钱了 但是中间回撤很大 可能你的投资方不愿意对你在进行最佳的投资之类的 甚至你在回撤的时候会被别人撤资 这都有可能 那么所以CTA的这种趋势型的策略 它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需要有其他的策略来平滑它的收益曲线 你就是说在反转的这种市场里 在震荡的市场里有机可屏 而不是一直在看突破然后一直在止损 一直看突破一直止损 然后一直亏钱 那么这个时候统计套律也好 还是基于基本面的一个主观的套律也好 就是一个很好的匹配这种趋势型CTA策略的这样的策略 这两类策略如果你都把它做到极致 并且配合到一起 你的结果就是收益也很好 同时你的回撤会很小 真正形成了一款非常有吸引力的产品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主要讲这个统计套律 统计套律呢简单来说定义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么我们知道统计套律是利用这个标的价格的这个历史统计规律性套律 那么它肯定是一种风险套律 就是你是完全可以这个亏钱的 亏钱的原因就是这个利差 这个价差不仅可以不像你想要缩小 还可以继续扩大 只要它可以跟你看的方向相反 或者是你看好这个价差扩大 它可以缩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你的你从历史来回测 你的大概率是赚钱的 但是你在那个小概率的时候 你可以亏钱 而且也可以亏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一些套律跟这个是跟我们说的这个统计套律 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通常情况下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期限套律 因为它的这个期货的价格 在到期的时候 它是必须要等于现货价格的 价差是要归零的 所以期限套律很多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进场机会 它是一个无法律套律 然后 然后你这个不同月份的期货合约价格 它也存在着这个均衡的关系 但是他们的价格在近月合约到期时并不一定 所以说跨期套律实际上是一种风险套律 或者说是统计套律 也就是说我们期货套律 它肯定是要可不而知的 就是这个期限套律 但如果你是跨期套律 不同月份之间的期货之间 它是可以不可不而知 比如说你觉得他们 比如说你进场的时候 假设是contango200个点 就比如说是那个生水200个点 然后等你紧 然后你觉得这个价差太大了 就买近月卖远月 然后等你近月到期 你平掉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价差可能是变成300个点了 可能更多了 在近月到期的时候 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像这种期限考虑 通常来讲 也是一种风险的考虑 然后如果你来量化 拿历史数据来分析 那么它就自然而形成了 一种统计套律的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这两个人 这几个人 就这个Hogan和Jarrell 还有这个Oracha 他们对这个统计套律 进行了非常精确的数据定义 然后他们强调了 统计套律是具有零数值成本 自融资的交易策略 我们知道定义之后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统计套律 套律可以包括什么 首先最简单的 也不能再简单的吧 就是说最常见的 是各类的配对交易 大家熟悉各类交易的策略的 或者说自己有搭建 交易策略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做过很多 Pair Trading 就是这种配对交易 配对交易呢 就是我觉得这两对 它有点的价差 按照律史来看 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价差的 现在价差超过了这个范围 那我觉得这两个之间不太合理 通常比如说股票的配对交易 就是两种相关性比较高的股票 我觉得他们之间都是属于这个板块 都是这类的经营模式 然后他们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价差 但在这段时间 大盘涨跌的这个过程中 或者是这个板块涨跌的过程中 这两个价差大幅拉大 而它的这两个公司的情况 并没有就是说差别到这种程度 那我觉得就是做一个统计套律的机会 也就是这个Pair Trading 这个配对交易的机会 比如说我觉得价差一般是20块钱股票价差 结果现在差到30了 那我可能就会买那个价格低的 卖那个价格高的 或者如果我做一些 fundamental的research 我做一些基本面的消息 我发现是这个B股票 那个A股票可能是被这个严重的高估了 然后才导致它的价格高了很多 并不是B的问题 那我也可以考虑比如说 我卖A买这个板块的ETF 来进行Head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类的是股票的配对交易 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很多配对交易 比如说那个 期货的不同品种之间的配对交易 是可以的 这种大宗商品 典型的 比如说大豆 豆破 豆油 你在美国 你的豆破和豆油 是由大豆压榨出来的 当然国内会有点区别 国内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的大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大豆 而我们豆破和豆油 用的是美豆来进行这个压榨的方法 所以这个大豆和豆破豆油之间这个关系 并不一定是相对那么稳定 但是在世界很多其他市场里 它就用自己国家的大豆 来榨这个豆腐和豆油 那么这样的话 豆破和豆油就是它的这个大豆的 这样一个终端的生产产品 那么这三个之间价差 必然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差 因为你大豆的价格 加上你所有的生产的各种成本 就应该是你这个按这个比例 形成了这个豆破和豆油的这样一个价格 这个是应该是蛮好理解的 那么当它的价差因为某些原因 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可以做统治条例的机会 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无法养条例策略 因为有可能你这个 你是有一些其他你不知道的人 有时候它的成本发生了变化 但是你并不知道 或者是这或者说是 你比如说压榨的这个比率 这个技术发生了改变 或者是就是单纯的市场上很多公司 出现了哪些问题 导致它这个比例有一些改变 那么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是说 原子和大概率来说 这个可能是超过你这个价差 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会这个converge回来 就会你会这个价差会缩涨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进行这样的交易 那么就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 但是风险比较低的 统计套利的这种配对交易 第二类呢 是这个股指的对冲交易 股指的对冲交易呢 就很简单 就是我买入卖出一对指数 股指期货的交易方式 是一种低风险 不一定搞不了手艺啊 但是肯定是低风险 有一定收益的这样的投资方式 我通过不同股指之间 进行了对冲 而形成了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交易机会 这也是一种统计套利 然后第三种呢 是这种融券对冲交易 就是我通过融券 来进行做空交易的同时 买入现货做多 从而规避系统 这个风险的一种方式 是这个股票 就是你股票配上融券对冲 本质上其实和你股票 配上股指对冲 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只不过呢 就是你这个 股指对冲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 你的这个风险 可能会残留一些风险藏口 就是你的这个因子 不一定完全匹配的上 如果是你是融券的话呢 你可以是这个 可能是 你是同样的类型的 这样的股票 它可能这个 相关性领域会更高一些 但是它的本质的 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都是说我买一部分股票 我卖一部分股票 只不过我卖这部分股票呢 可能是他自己融券的 这样的这个票 或者呢 我是这个 卖的是我的这个 股指期货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种最终交易 都是一种同质条例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外汇的 这样一种最终交易 比如说我们同时 做多做空 两个货币 这个货币对的 这样的交易方式 这个是由于 主要经济体之间的 它们的经济关联性 是很强的 使得一些这个货币之间 可以出现 同涨同跌的现象 那么就给这种 最终交易提供了可能 比如说 往往应该是 同涨同跌 它具备一定相关性的 对我现在这个价差 拉得比较远了 这个这个价差 那我就买一个 比如说我做多人民币 对美元 然后可能我做空 那个日元对美元 等等 就类似于这种的 这种外汇的对控交易 它本质上来说 那也是一种同意条例 当然呢 在这个外汇的交易上 它可能做最多的 其实一些 长线的一些放的 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放的 做最多的是Pairing 就是我根据利率 或者是根据一些 其他指标 然后我觉得这个 某一国的这个Currency 会相比较于Base 比如说USD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Currency 或升值或者扁值 那我去做了一个Currency 这个是那个 这个也是那个 比较常见的 但是除了Currency以外呢 比较常见的 就比如说我们这种统计套利 当然还有各类的什么 高频 短线 趋势等等 这个就跟我们正常做股票 做期货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不属于 今天讲的内容 我们就在此先同确数了 所以统计套利呢 它可以分为很多方向 这四类呢 是比较典型的 这四类的统计套利的 这样的交易方式 那么为什么选择 统计套利呢 很简单 也就是我们分析一下 统计套利的优缺点 统计套利的优点 我觉得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就是收益与市场 是相对独立的 因为你做套利嘛 你跟市场的这个关系 相对而言没那么紧 当然因为是有风险交易 肯定是有相关 但是相对而言 没关系没那么紧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关系没那么紧 所以你的收益的波动性 相对就比较小 收益呢 也相对比较稳定 回撤也会比较小 这个我们就理解为 就是你的统计套利 简单来说用书以来说 就是你的β比较低 然后你的α 你会积累一定正的α 所以你在做这个统计套利的过程中呢 长期来看 第一个长期来看 你肯定是挣钱的 第二个呢 就是短期也许会有一些回撤 有一些与你想象的不一致 但是整体如果你做了 统计套利的对数比较多 互相之间又形成了一定的追冲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你这个α 积累的稳定了 同时你的β会下降的更低 你的风险暴露会更小 所以你的收益的波动性 会相对比较小 收益会比较稳定 那么他们的缺点呢 基本上就是统计套利 基本就是你的这个卖空 或者说你的这个交易 会有一定的成本 这个统计套利的成本呢 往往还是可能是相对不太低的 因为你 你要想完成这个统计套利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股票的配合交易 你既要买一个股票 你要卖一个股票 卖一个股票 如果你在A股市场 你还要融资融券 那你就要有持有两个 买卖两个股票的 这个基金成本 和你的这个融资融券成本 还有你正常的交易的手续费 你的充计成本 其实成本还是蛮高的 所以统计套利 往往是一种 相对而言 交易成本不会太低的 不一定很高 但是绝对不会太低的 这样一个交易法制 因为哪怕你是做期货 你有杠杆 你至少你要付两个 你买卖的这个保证金 再加上你正常的手续费 这是你的保底 需要你付出的成本 那么这个还是相对而言 并不低的一个成本 所以说你的这个 统计套利第一点 就是说它可能会有 一定的交易的成本 然后再一个 就是你这个统计套利 就是不绝对是 无封眼套利的机会 你只是根据这个历史数据 而得来的一定的 你觉得这样的 价差的不合理性 那么在短期之内 你这个价差 还是有可能会继续 走向你的相反的方向 最会导致你短期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浮亏的 因此我们如果想 真正的实现 把它的优势 完全体现出来 需要你做的几点 第一 你这个统计套利 分析的过程 这个logic要make sense 就是你的这个 逻辑一定要绝对的合理 相对就知道 你这个逻辑要相对比较合理 你的 你这个 你回色 充分的回色了 历史数据的同时 可能你也会考虑 基本面的一些因素 因为我说 基本面的改变 可以使你历史上 分析的这个数据的价差 完完全全不成立 所以你要把这个 可能你要把这个 对数据的分析 和你基本面 相结合在一起 同时呢 你有 你每一组统计套利 不要投入过多的资产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inset allocation 就是你的这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你到底要 这样一对组合力 你要花费多少的资金来做 你不要比如说 把50%的钱 都用在这一对组合力 你可能要分成 几种不同的统计套利组合 这样你才能真正意义上的 降低你的beta 并且积累到你想要 你积累到R法 真正实践 你这个波动比较小 你市场相对独立 同时呢 你的收益稳定 且可能收益很不低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 统计套利 它的一个优缺点 那么下面我们就 进入到这个统计套利的 这样的相关理论 首先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配对交易 就是这个pair trading 然后pair trading呢 就是我们统计套利嘛 statistical arbitrage stead up 这个stead up呢 其实是pair trading的 一个演化的版本 然后它是通过 市场资本的相似度 来对股票进行配对 那我们就先说 这个配对 就是这个pair trading 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当你一支股票 表现优于 另一支股票的时候 表现较差的股票 因为他们这两个股票之间 可能又比较高了 相关性的关系 那么表现较差的股票呢 可能就会随着市场 希望攀升 提升它的价值 从而有交错的投资回报 这个也基本上是我们说 就是股涨 或者说股跌 整体是涨的 然后两个非常相似的股票 同样一个板块 同样在一个sector 然后股票A涨了很多 股票B没怎么涨 那么很可能股票B之后 会不涨 然后又因为考得到 这个 那如果你是从补场的逻辑呢 你可能就单独 你会买股票B 那如果反过来 觉得股票A比股票B 涨了非常多了 你股票B可能会不涨 但也有可能出现 这个sector之前涨多了 要回调 要下跌 那要下跌的话呢 那股票A因为涨了很多 它可能相对跌了 会比较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但你不确定 整体这个sector 是涨是跌的情况 那如果你觉得 A项目交易B 涨多了很多 那我就空A买B 来形成一个 Pair Trading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Pair Trading的由来 当然其他构建 Pair Trading的这种方式 也有很多 比如说就是单纯的 它不一定是一个sector 可能就是 或者说是完全类型的股票 比如说两家白酒的 这个股票啊 或者是两家通信机构啊 它可能是那个 两家有一定关联 但是其实做的业务 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 那个Starbucks和McDonalds 就是你的这个 麦当劳和你的这个星巴克 这两只股票 它本身上都属于 这个类型食品这个股 这个领域 但他们做的事完全不一样嘛 一个是喝咖啡的 一个是你吃块三的 然后这两个的股票呢 你如果分析它的数据 你会发现会有在 我当时是一五年做的吧 你发现在一三一四 一五年的时候 它的股票 至少在那个时候 它的相关性还是很高的 它有很多的 一些很明显的 可以做转向交易 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 当时都实际有测试过 今天有实际会做过 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 Pair Trading 效果还不错 所以这些呢 都相当于是这个 Pair Trading的 这样一个由来 或者说你说这个 配对交易 它基本这样做的 一个方式 那么下面我们说 配对交易 这个Pair Trading 这个策略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首先有个基本前提 基本前提是 你要找到相关性 非常高的一个股票 如果这两股票 没有相关性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它是有律师 有一对数据 你总会可以找到 律师的一个分配点 就是看 你看过去两年的数据 对吧 比如说 你总会可以找到一个 他们差的最多的时候 A-B最多的时候 是多少 B-A最多是多少 你总会有一个range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95%的 执行区间等等 但如果这两股票 没有任何相关性 那你不能说 到这个95%区间了 你就要做反向 因为它反正可以拉得更远 因为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相关性 反过来 如果相关性很高的股票 然后他们这个历史 你看两三年的data 他们这个range 也会小得很多 就是因为它相关性很高 同长同跌 所以他们价差的这个范围 也不会那么大 那么在这个 不是那么大的范围内 如果我到了相对的 比较高 或者比较低的地方 然后我再分析一下 他们最近的财报 公司表现等等 发现没有一些 基本面的改变 那就是可能是一个 我做统计套利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配对交易 前提是 我得有一个相关性 比较高的股票 接着呢 就是在我有这个 相关性比较高的股票 或者说其他标记的 这个时候 我通过技术面 或者基本面 来进行分析 技术面呢 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就是以公司历史股价 运用一些计量 或者统计的方法 来进行交易 但是我们就 基本不考虑 公司的这个运营啊 行业未来 等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当然技术面呢 这是传统的technical analysis 我们还可以有更深度的 比如说这种 现代化的这种 技术面的一些分析 就是我们那些 类似人工智能啊 或者说一些 其他的这种 大数据分析的方式 通过纯数据的处理 来寻找交易管理系 第二类呢 就是基本面 也是一道数据 但更多的是 公司所属行业 产品性质 管理方法 外来影响状况 各类的财务报表 财务资料 能反映出来的 这些数据 来寻找判断 这两个公司的 关联性 以及他们之间的 这个价查 是否有不合理 通而进行的交易 所以呢 你都可以算是 统计道理 但是我纯的统计道理 可能更多是 跟基础相关的 或者说跟数据分析 相关的 但是基本面相关的 一些这个配对交易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向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进出场的时机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threshold 怎么选 你这个预值 我是95%的 执行区间 超过了这个的时候 我进场的 也就是比如说 我两个标准差进场的 三个标准差进场的 1.5个标准差进场的 还是说 我创了历史新高新低 这个价差 我创了历史新高新低 我暂时都还观望 我没有进场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threshold 这个就其实就是 你可以完全的量化 去定一个threshold 这是没问题 你backtesting回色就好了 就选一个 你觉得不一定是最好的 可能是相对比较好的 这个涉及到 这个参数评源 等等很多 你选择参数 或者是确定 你策略子逻辑的 这个基本一些方法 这个我在我这节课里 暂时不注意到 那这个也相对比较复杂 可可以讲很多 但是除了这块以外呢 就是如果你不是 纯通的backtesting 选择一个threshold 你可能会加一些 你的一些讲法 比如在具体到 我这个正常的机会的时候 可能我是有一套 用backtesting 测出来的这个threshold 到这个点了 会提出我经常 但不意味着 我真的会经常 也就是说 他不提示我 我不做 因为我是经过 严格backtesting的 然后如果他不提示我的话 我不会瞎做 但如果他提示我的话呢 我也不见得每次都做 因为我可能会考虑到 这个不同的 这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不同 情况不同 他的这个threshold 其实你该去选的 这个threshold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这个预值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 我统计套利 可能我对这几种评计分析 我就定了一个死的 到两个表人差 我进场 那现在到两个表人差了 我进场了 但是我可能 我发现他提示我这个机会 我不一定会进场 因为可能在 此而此和基本面分析 这两个表人差没有任何意义 他现在这个机会面 发生了变化 现在这个所谓两个表人差 这个价差 也许会变为以后的均值 那么这个对手来说 就没有任何的进场意义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 其实这个配对交易 前面很简单 因为你先理解基本思想 然后你选择高度相关的伙票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进场的时机 你的这个threshold怎么选 刚才我们提的 这个threshold的 还是说进场 除了进场以外呢 还涉及到你出场 你这个出场的这个threshold怎么选 其实对于很多交易策略来说 设置出场的条件 比设置进场的条件还要难 这个是很多 真正的量化策略的 一个基本的可能一个难点 就是你进场 也许你还能回测 分析出来什么样的进场合理 但你发现出场的时候 这个条件千奇百年 往往很难很难很难做 所以基本上 你像统计套利呢 它相对于言出场 没那么复杂 因为很简单 我两个对人差 之外进场 我可能回测 回归到 均值左右 我就出场 我到均值 我就一直厚了 然后后来说 比如说我回测 到60%的时候是最好的 那我就到60%的时候 我出场 然后在现实的这个交易里 如果到60%了 我就出场 我也不贪 然后没到60% 那我看它持续多久 如果已经持续很久了 是有反向 继续加差 继续扩大的机会 那我也就只愿 或者是很出场 这也可以 我做一些微调 所以统计套利的这个 出场 相对于也没那么难 但是其实从量化交易本身来说 出场比入场的设置 还要难一些 然后统计套利 可能更多就是 你这个入场怎么选 然后出场 你尽量保持一个 相对机械化的 在合适的这个范围内 把它出掉就好了 然后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 统计套利 它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个均值回归 然后当你相当于 你通过分析历史数据 你测出来 你所谓的几个标准差之外 就是你的否定域在哪里 我选择哪几个标准差之外 作为我的否定域 进入到否定域里 我就认为 这个价查是不合理的 我就开始做这个 百项的套利 等待它回到这个均值的终点 或者是某一个 其他我们规定的这样一个点 这样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统计套利 或者说呢 这个我们这个配对交易 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下 这个如何实现 这个统计套利 就比如说像股票这样的证券 它这个在上涨和下跌周期 进行交易的 那我们可以就是分析 这些相关的趋势 来找一些相应的 这个考虑机会 也就是说 我可能会多种策略在并行 我可能本身会有一个 我抓川的一个策略 就是这个股票 抓大势的一个策略 再一个呢 我有很多这个 这种就是 me-rewarding 这个反转策略 其中反转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会做一些 考虑 我分析一些股票之间 或者股票和ETF之间 股票和板块ETF 股票和大财ETF 之间这样一个 反向的这个交易的机会 作为我实现 我这个统计考虑 当然我们这是拿股票说的 实际上像期货呀 什么很多其他的这种 是一样的 股票只是说 因为你标的非常多吧 期货的话 你说你要做统计考虑 你就那么几个品种 一个国家几十个期货品种 你没有那么多 但是股票的话 一般怎么有几千只股票 那几千只股票的话 可能给你提供 还有这么多sector的ETF 那可能给了你 大量的这个股票之间的 这样一个统计考虑的机会 那么股票的话呢 我们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主要两个因素 就是我们要 有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处理时间序列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time 然后你的这个处理方法 比如说你要想办法 让它co-integration 让它实现这个 就是协整 然后呢 找两只股票之间的 一个相关性 你可以看到相关系数 你可以看到这个 co-integration的 co-integration的 这个指振等等 然后判断两只股票 是否强相关 然后两只股票的这个 是否具备 你想要了这样统计考虑的 这样一个具备形式 然后呢 我再找到这个 降格分离点 就是我们说这个threshold 我在哪里经常 我选择几个标准差之外 作为我的这个策略 这个就是我需要回策略 甚至就是说 我不用标准差的形式 我用其他的一些 技术指标的形式 这都有可能 就是我找到一个 合适的进场逻辑 然后呢 我把它出场 我们简单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 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做出很多方案来 但是我最简单的 一种形态的 就是分析两只股票相关性 找到相关性 非常高 就是单纯的co-integration 非常高的股票 然后我找到这样 我的分离点 我价格的分离点 我觉得如果回策略 几个标准差更合理 这就是我的入场点 然后我的出场点 就是我的军值 或者接近于军值的 某一个我回策 认为最好的出场指标 那这个是形成了 一个简单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 确实也很有效的 可能条例 可以对交易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可以再做出各种方案来 或者说在精细 做各种精确的打算 比如说单纯 那co-integration高就行 除了co-integration高之后之外 我还会看到 很多的一些基本面的 一些要素 比如说这个股票的volume 达到什么样程度 我才交易 不然有可能 它是个交易方式 但是我进不去场 我进场的这个 没办法从事成交 很多笔的这个基金 然后呢 比如说我可能会看 这个股票 是不是一个sector 是不是这两个股票的 大体的性质相同 不要一个是 非常老牌的这个股票 一个是最近刚IPO的 那可能你看这几个月 data你相关性高 可能也没有意义 所以我会分析 这两只股票 然后呢 我在这个入场 和出场点的时候 我也会下更多的心思 不是简单的单纯的 用两个三个个人差 而是有很多其他的 相关的 比如说一些技术指标 一些宏观的基本面分析 都配合进去 来作为我入场 和出场的这个条件 同样的 我出场呢 我也可能不见得 是会到 一定到均值出场 我可能会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 我先平一部分 然后到均值 或者说我觉得到均值 还能继续 往反方向走 再走一段时间 我平一部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我这个均值 我也不是说一直用固定的 这样一个均值 我可能是用一个浮动 在变的一个均值 我的均值的选取的标准 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入场的时候 可能是我这两年的均值 我出场的时候 也许因为某些条素变化 变成了这两个月的均值 这都也都理论上有可能 所以其实要做的 一个非常精细的 统计套路策略 可以做的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主要这节课 主要是讲原理 和一个基本工件方式 以及一些案例 那么简单来说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 所以实现统计套路 最基本的 你要知道它相关性 相关性就是用它的 convirus 出于它的刚号下 两个方差 就是它的相关性 然后你得到两个股票的 相关性之后 相关性很高的股票 就是为了你有可能 是做配对交易 统计套路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 可以叫它这个股票池 然后选择了股票了之后 相关性很高的股票 我们可能也会加上 我刚才提到的 这种对于每天交易的 这个volume 对于股票价格 对于股票上市时间 等等 是不是同样一个 sector 这些限制条件之后 加上了这些条件之后 我们就来研究 它们之间的价差 然后这也就是 我们统计套路的关键 我们研究过去 一段时间之内 也许是半年 一年三年 它们之间的价差 应该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你相关性多高 它们的价差 肯定不可能完全是 在一个围绕着 一个常数波动 它具备一定的变异性 也就是说 这个价差序列 可能是不平稳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后面我们也会提到 如果你这个价差不平稳的 我可能会做一些处理 采用这种平稳的 这个time系统训练 也有可能的 就是我在这个 不平稳的这个状态里 我找到一些 我觉得可合的路上机会 比如看这个图来说 那可能比如说 我到-4.5 -5 就是一个最常的机会 我到这个-2.5 -2 就是一个最常的 就单纯的 你这个肉眼看 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讲法 但是我们在 使用量化度的时候 可以比这个复杂的很多 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 相当于是 时间统论套利的 一部分的原来码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结果的话 这个相当于是 测试这个策略 我们是从14年 测试到1617年 这样两年度的 这样一个时间 然后可以看到 不管大坦经历了 暴涨暴跌之后 都取得了 很好的一个收益 年化收益非常高 然后那个β很小 刹率 ratio也不错 当然最大回撤还是不小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相对这个策略比较稳定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一些 特别精细的处理的时候 尤其是你追求 这个很高的年化收益的时候 你的回撤肯定小不了 因为你总归会连续赔几笔 然后你把它止损掉 然后你加在一块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样至少给我们 一个大致的一个标准 就是按照我们大致 这个思路来做 你是可以测试出一些 好像还可以考虑 投入生产的这样的标准 比如说你的sharp ratio 1.34 这就是完全具备 投入生产的这样的条件了 但是可能我们要 更清晰的去测 就是说第一个 我可不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二个 我这个1.34有没有意义 就是我是不是因为 一个过你和 或者说我的策略 哪里写错了 我用了未来数据 导致我这个1.34的 sharp ratio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我现实生活中 可能连0.34都没有 那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如果说你在现实生活中 能策略 你真正你觉得你跑起来 能跟这个sharp ratio 差不多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strategie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可能说的 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普及套利 看来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还提到了 可能一些用写整关系 就我们说的 co-integration 来进行这个配对交易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两支相关性 较高的股票 从价债来看 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平稳的序列 所谓不平稳 这是这个time series的一个数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 它的数据的期望 不会随时间改变 然后呢 数据的方差与形方差 不会随时间改变 并且固定一个时间 往前与往后 这些回归都是相同的 这叫一个平稳序列 不平稳序列呢 就是你发现这个数据的期望在变 方差在变 叫一方差 然后固定一个时间呢 往前往后 可以回归出不同的 这个回归方程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不平稳 那如果不平稳的话呢 你这个数据可能不具备 一定的统计学意义 那么我们就 尽可能的 我们考虑 怎么能办法让它变得平稳 股票的数据呢 你可能绝对异常平稳 因为它不是你从一个 固定的一个机器 逃出来的一个股票 它是实际发生的交易的时候 它必然大概率是股票的 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追求 统计上的更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想让它变成一个 平稳的这样一个序列 那么可以考虑一个线性组合 就是说 把几只股票 都拿起来作为一个线性组合 这样它就有更大的可能性 是一个平稳序列 这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 call integration 协整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通过一些股票的组合 来构造平稳序列 进行考虑 当然这个平稳性呢 就是当你有几只股票的时候 这个平稳性可能会更好 但是也可能是 还是只是针对一段时间来说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数据来判断 在这段时间之内 它是这个call integrated 是协整的 但并无法断言 在以后的交易时段 也一定是协整 因为你过去的历史数据 不代表未来 你也是比如说 通过回色凑出来的 你这些数据之间 能够形成平稳的状态 协整的这样一个状态 从而可以让你对它进行更 从统计学上 更有信心的去做它的 这个统计套利这个策略 但是你在实际中 可以完全是一个 另外一个情况 然后你这个时间统计套利 我们说利用协整关系 进行配对 这样也是准备了一个例子 其实都差不多 本质上来说 就都还是一个 配对交易 也是统计套利的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通过 协整关系 进行配对交易 可这样我们可以选择 相应的一些点位来进行进场 这里我们是拿这个60988 和这个601818 这两个股票来提的 然后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 一个倍数 就是说 比如说以601818的股票 简讯你和系数为0.619倍的 这601988这样的股价 然后呢 它的这个线性组合价差 服从均值0.9328 标准 个准差 0.072的正态分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构建 我说我几个个准差之内 买几个个准差之内 买 然后我是按照这个比例来买卖 就是1比0.66663 这样一个关系 来进行买卖 就实践了 我们相应的这个统计套利 然后这样一个策略呢 这有相应的原代码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这个回溯时间是比较短 这个回溯时间是这个 还不到一年 所以说你看这个回溯收益 比回溯年化收益还少一点 但是整体上这个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就至少在这一年里呢 你会发现它这个 它这个 β就是很小的同时呢 α很高 然后sharp ratio非常高 2.62 然后最大回溯很小 因为你30%的年化收益呢 你的最大回溯只有4.17 因为你的基准收益 你对比的 你的这个大盘也好吧 可能你的这个 取经收益是-1.52 然后这个回溯可能是 10%左右 百分之十几 你的回溯只有4%的同时 你的年化收益能到30%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说哪怕你的年化收益 从30%降到15% 减半 回撤增倍 从4%变成8%几 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策略 sharp ratio一件一件 也完全是你可以投入生产的 一个股票策略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举一个统计套利的一个实战案例 这个呢 刚才我们提到都是以股票为首的这样一些举例 也包括这个期货是完全类似的 那我们还可以说一下这个 期权类的统计套利 其实期权的统计套利呢 我们做过很多这种期权的统计套利 一个典型的呢 比如就是邪率套利 什么是邪率套利 就是我们讲这个期权 还有不同的行业价吧 那我觉得这个不同行业价值点 可能会有不合理 具体来说 是我这个平值和虚值之间的 这样一个写率 觉得不合理 也就是平值的这个波动率太低了 相比较于这个虚值的来说 或者平值这个波动率 相比较于虚值来讲太高了 那这个如果说我买平值卖虚值 或者说买虚值卖平值 这不就是一个写率套利吗 就是我看好这个波动率的曲线 虚值相比较于平值的 这样一个波动率曲线 是应该更高 还是应该更平 这样一个状态 更陡还是更平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统计套利 期权统计套利的 这样一个协力套利 所以我们做了什么 虚值和平值之间 虚值第二档和虚值第一档之间 然后虚值第二档和平值之间 等等啊 这只是内出来三个 这些不同档位这些 虚值和平值之间的 这样一个统计套利 协力套利 然后主要我们主要认断的是 当时测的是 主要认断是501F 然后可以看到效果都不错 基本上大概率都会赚钱的 然后最后结果 也都是赚钱的 其实我们当时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肯定只能 挤下来一小部分 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一些 设置的参数 包括我们运行的一些结果 我们都是按照 就是一手来回测的 就是我一次只交一手 然后这样一手的话 可能就是这手 比如说我亏68 这手我挣157 然后会有相应的这样 我的收益 然后我们会计算保证金 从而得到我这个策略的 我它的收益 和我这个 因为我测算我的保证金 我的最大保证金 就是我的资金成本 资金 然后我的总收益 也就是我的总收益 然后我中间 最大回撤 标准差 也就是你的波动率 都可以求得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相应的一些结果 这个是我们这样一个 就是期权的一个统计套律 算是一个写率套律吧 那我们这个统计套律 受限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统计套律 就大概讲这些 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统计套律的基本思想 基本工件模型的方式 然后还有它的基本 涉及到的一些 基本的这样一些信息 或者说我们需要具备的 这样一些技能 然后最后呢 非常短的一小部分 我们简单再提一下 期限套律 在讲无风险套律的时候呢 我提到了期限套律这个词 就是我们的这个期货 和限货之间的套律 然后我也说了 还有一个限 这个限制的限 就是这个期货 期限套律就是 不同到期月份 期货之间的一个套律 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 这部分套律策略 也就是说 它可以是无风险的 然后也可能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我们先解释一下 基本期限套律呢 就是说指的是 某种期货合约 它的这个限货 对应的这个限货是啥 它这个价差不合理 从而形成了这个低卖 高卖的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期限套律 然后呢 它说到一个名词 叫基差 所谓基差呢 就是这个basis 指的是限货价格 减期货价格 那么也就是说 期货价格高 你的基差就是负的 这个我们叫 砍三狗生水 期货价格低 你的基差就是正的 你的backwardation 就是你这个贴水 然后呢 限货减期货的价格 应该等于 该商品的这个持有成本 这样是一个 它的这个这个基差 然后基差呢 它这个由于 这个通常来说 可能对于很多商品来说 你的这个期货 应该是生水的 也就是期货价格 会比限货价格高 原因呢 然后不同期货之间呢 也是越远的 越分越高 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储存 这个限货是有成本的 你涉及到这个运输啊 质检啊 仓储等等 但是呢 你同样的 你如果是做做 你持有现货的话 你是需要有这个 你需要有这个资金占用呢 然后持有期货 你这个就 原则上这个就比较小嘛 那你这个 还有这个利率的这个关系 也影响了你这个 这个资金的这个 也影响了你这个 价差的这个成本 然后有的时候 会早是这个 backwardation 就是贴水 虽然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 我们人们看好 因为期货这个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定价嘛 就是人们看好 他们对未来 这个到期日的这个价格的估计 这个是它的期货价格 那如果我非常看空这个市场 那我也当然也可以贴水了 因为我看好 这个标率价格会下跌 即便你持有这个标率 它有成本的 但是我看好 这个标率价格会下跌 那我 也是 就是期货价格 小于现货价格的 所以可能一半以上的概率是生水 但不意味着贴水是不合理的 很多时候 期货价格都是小于这个现货的 比如说我们股指期货 在过去这两三年里 都经常是在贴水 那么所谓期限套利呢 就是我发现这个股指期货 以现货指数之间价格去失衡 来产生的 来做这个套利机会 这个我们拿股票来说吧 因为如果拿商品来说的话 非常简单 就像我之前说的 你现货成本算好了 你什么时候买现货 卖期货 或者是你先卖一笔现货 你没有这个单子 但是你可以先给别人签一笔吧 说我要卖你这样一笔现货 以后给你交货 然后这边买期货 来作为对冲 等到到期的时候 我买期货交割了 然后把这个货卖给你 这样都可以 那我们就是 这是商品 如果是股票的话 就是我买股票 卖股指期货 或者是我融资融圈卖 卖股票 然后买股指期货 或者很少 因为你这个成本很高 一般是买股票 卖期货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看呢 就是觉得它的价格之间 失衡保持的 比如说这个股指期货 价格比较高 那我就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交易机会 我就买股指 ETF 买股指期货 然后如果呢 我是做的是 不是这种 然后如果说 我是做 比如说做alpha 我觉得这个 我买特殊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 single stock 买特殊的一些股票 那我可能就卖 这个sector的ETF 卖这个sector的ETF期货 然后卖股指期货 来进行对冲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 期限套利 然后只要我发现 这个套利的这个关系 超过了这个成本 那就是我进场的机会 然后这个GX呢 刚才这个我们讲过了 只不过再来提一下 我们这个正向和反向市场 就是我们说 这个生水贴水 这个 Katango和Backwardation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你的期货和现货 这些价格 超过了一定范围 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GX不合理了 那我就可以做一些 这个Pair Trading 做这个StateUp这个机会 然后GX变动呢 它对这个 涛期保值效果的 这个影响 这个也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GX 如果不变的话呢 那你买卖 这个涛期保值 都是一样的 涛期保值 买卖涛期保值的意思就是 买涛期保值 就是 就相当于是 你买入期货 卖套期保值 就相当于是 你卖出期货 然后买现货 这样 那你如果GX不变的话 你买卖套期保值 都是挣不到钱的 如果GX走强呢 说明现货走强了 说明现货走强了 那你买入套期保值的话 就是买期货 卖现货 你肯定亏钱了 反过来 你卖期货 买期货 你是挣钱的 因为这个现货在走强 GX在走强 反过来 GX走弱 说明现货在走弱 就是现货相比较于 期货在走弱 那你卖出套期保值 就亏损了 但是你买入套期保值 你买的是期货 卖的是现货 你就赚钱了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GX变动 对淘宝效果的影响 然后我们做淘宝 很重要的 就是看你这个GX的 这个入场时期 就是我觉得这个GX 差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可以考虑入场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期限的这个交易 然后据两个小例子 这两个小例子呢 也都非常简单 我简单给大家过一下 第一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我们都是拿这个商品来说的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说铜 然后说我这个铜呢 这个期货报价是多少 现货报价是多少 当日期货生水了 2050元 这个真的是蛮多的 然后呢 我就算一下 期间套利的成本吧 包括我的交易费用 资金占用 交割费用和增值税 交易费用就是 我的交易手续费 资金占用就是说 我买现货卖期货 我来有资金占用 这段时间花了我多少钱 交割费用就是说 我想要税有到到期嘛 那我税有到到期之后 我这个期货肯定要交割嘛 那有交割 这样交易所会说 这个交割费用 最后就是说我赚钱来 要收增值税 我把这四笔钱 全算出来之后 发现所有成本是1170块钱 那我现在能挣2050 那我肯定要做呀 因为我一下可以挣 880块钱的这个利润 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一个很典型的吸烟套利 但那实际中 吸烟套利比这个复杂很多 因为它涉及到 比如说你的现货 够不够交割标准 然后你这个现货交割的时候 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其实都会造成 很多的这样的 你的价格的异动 所以说实际没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这只是举例子 简单来说呢 就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举一个这个股票的例子嘛 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互生 互生300指数 然后我们说这个 指数3500点 指数期货3600点 我们就被高估了 然后那么呢 我们可以借款 比如说108万元 然后借款年龄率为166 买入300指数对应的一篮子股票 按照这个比例 同时3600点开仓 一张股指期货合约 然后300元每点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就这个套利呢 可以在股票市场 获得这个2.47万元 这样一个收益 然后比如说 我们假设是最终的指数 为3580啊 你股票挣了2.47万 然后那个期货挣了6000块 但是不管在哪个点 反正都是这个3万块钱左右 然后呢 我们这个借款利息是 我们可以算出来是1.08万元 那我的一相见 就是我会挣大概 将近2万块钱 然后如果我比如说 我做10手这样呢 我就挣20万 从100手呢 就是200万等等 这个就是说股票的 这样一个期限套利的例子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讲的相对比较少 因为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简单来说期限套利呢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 统计套利的一种 因为你也是看它 这两个之间的东西 它的一个相关性啊 你看它的 首先你相关性肯定高 因为你同样一个品种的 期货和现货相关性比较高 相关性的问题解决 其次呢 它的这个数据 相当肯定会比较平稳 再一个呢 你就是看它 价差不合理 进场 其实本质上 也是一种统计套利 所以我们说 就是说量化做这个套利啊 尤其是有风险的一些套利 本质上都是 基本上我们十之八九 都是这个统计套利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讲 就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 主要就是把这个 各类的套利策略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无风险套利策略呢 是以期权的无风险套利策略 为首介绍的 然后有风险套利策略呢 主要是介绍了 以股票为主 西红为辅的 这样的这个 旗舰套利和这个 统计套利 然后也希望 学完这门课之后呢 大家至少对于套利策略的分类 基本的思想 大概的这个构建 这个套利策略的一些方式 然后都具备了 我已经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也欢迎大家有问题 那我们私下咱们再讨论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